这一刻聂怀桑难得的矫情了,魏兄果然还是他认识的那个魏无羡,外面的传言终究是传言,不愧是魏兄啊,休息了怨气都能如此,心性可谓是极好啊。 林若云看着聂怀桑与魏无羡,也好,爱因现在有个信得过的挚友,于他而言,也是件好事。 蓝忘机翘起的嘴角快速垮下去,信他就好了,提那个聂怀桑做神,怎么哪哪都有他。 哼,聂明觉开怀大笑,哈哈哈哈,还叫什么赤丰尊,我托大叫你一声无限吧,带你进聂市,你就是我兄弟了,你跟着怀桑叫我大哥就行,自家人不必客气。 这么一想,自己倒是白捡了个弟弟,并且这个弟弟他很满意,越是相处,看着越是顺眼得很。 魏无羡也笑得真诚,聂大哥不嫌弃就好,虽然全程萌萌的,但是结果还是很令他欣喜的,聂明觉对他的善意,聂兄对他的友好,他自然记在心中。 林若云则是开口道,既然以后是兄弟了,也为了防止阿英名不正言不顺,不如,赤丰尊与怀桑都与我家阿英结拜吧,毕竟你们连金光瑶那样的都吓得了口,我家阿英这么好,也不会配不上吧。 聂明觉听到林若云提到金光瑶,脸一阵青一阵白的,虽然与魏无羡结拜是一件令人惊喜的事情,但是提到金光瑶,这心里不禁有点隔应,聂怀桑则是极开心道,好啊好啊,魏兄,你与我与大哥结拜,以后你就是我们聂家三公子,我的弟弟了。 本来魏兄就是不会嫌弃,他不会看不起他的人,现在能与之结义,自是求之不得,灭明觉,如此甚好,就是不知道无羡意下如何呀。 真是求求林姑娘别再提金光瑶那档子事了,本来被传流言蜚语,就已经十分抹黑了,再这么提,怕是再也洗不清了,魏无羡没想到自己还能有结义兄弟,心中欣喜,好啊好啊。 能与两位结义,我也是极开心的。 林若云,也是啊,人家连金光瑶那样子的都看得上,哪能看不上我们阿英呢? 我们阿英可比那人好太多了,林云,就是啊,要长相有长相,要实力有实力,要义气有义气,哪哪都是极好的,那个金光瑶啊,没在背后捅一刀就不错了。 王璇,哎呀,人家有身材有长相,这不,把这么多人都迷得团团转的呢? 林若云,也是啊,听说啊,当初那个温若寒,就是看上了他才会中招呢,真是可惜了,果然啊,英雄难过美人观啊。 林云,哎呀,这也是人家实力的一种嘛,你看看其他人,还不行呢? 王璇,也是啊,看看那蓝氏宗主,不就被迷得团团转吗? 你说,他怎么不把蓝氏拱手奉上换美人一笑呢? 林若云,何止啊,他可是提了结义呢? 这是打算与聂宗主一同将自己的家族产业拱手奉上把林云,啊,那这,金光瑶可不就是两手抓? 一手蓝宗主,一手聂宗主啊。 王璇,那能怎么办呢? 看看蓝宗主,再看看聂宗主,情难自禁啊。 聂明爵与蓝溪辰听着几人的对话,脸色一下暴红,立即表态,三位姑娘,我们两宇金光瑶,绝无此等龌龊之事。 林若云,这谁说得准呢? 林云,是啊,你们不缠人家身子,那这么帮人家,该不会是想学吧? 王璇,什么?这也太可怕了吧,你们可不要想不开啊,此等事绝不是良路啊。 聂明爵,绝无此事,我们只是觉得他在金灵台不容易。 蓝溪辰,是啊,我只是为了报救命真,绝对没有其他的任何情感。 林若云,不容易。 哼,现在谁有我小失职不容易? 你们就只看到了金光瑶一人,怕不是某人床上功夫过于好,让你们流连忘返吧。 林云,就是啊,说不定是两位同征一男呢, 也不怕吃不消,真是心胸宽广,让人自叹不如啊。 王璇,哎呀,毕竟是宗主嘛,心胸不宽广点,怎么行呢? 而且两位宗主都单身那么久了,也许是寂寞了,也是说不定呢。 话音刚落。 聂怀桑与兰望姬,顿时看自己兄长大哥,眼神都不对劲了,聂怀桑心想, 不会吧,不会吧,难道真是如同云姐说的一般,自己大哥当真, 兰望姬也有点难说出口。 兄长确实担着挺久了,该不会真的是寂寞? 但也不能这么不挑啊,兰西尘念明觉对着自家亲弟弟那炯炯的眼神, 真是难看到极致。 兰西尘已无法保持自己的微笑道, 望姬,切无乱想,绝无此事,兄长还是信命定之人的。 兰望姬一脸不相信的神情,刺激到了兰西尘, 万一兄长瞎了眼呢? 兰西尘,望姬,不可乱想,兄长不喜金光瑶的。 兰望姬,你不是鼎力相助吗? 还差点害了魏英。 思至此,兰战倒是对兄长不满了起来。 哼,我家魏英最重要,兄长什么的,靠边吧。 兰西尘,兄长当真不知会造成如此后果。 兄长知道错了,会领罚的。 兰望姬,兄长可犯了好几条家规呢。 兰西尘,兄长知兰望姬,望姬很生气,望姬不想与兄长说话。 灭明觉,灭怀桑,你腿是不想要了吗? 又在心里乱想什么呢? 灭怀桑,万一是真的呢? 灭明觉,你说什么? 灭怀桑,本来就是。 大哥你看看外面传的,有模有样。 灭明觉,你胡说什么? 外面瞎说的你也信。 灭怀桑,那大哥,你倒是说说啊。 到底是什么让你对金光瑶这个谄媚的人鼎力相助? 你看看,你也没相过亲,该不会是为了那个金光瑶手身如玉吧? 灭明觉,灭怀桑。 灭怀桑,大哥。 你该不会是心虚了吧? 魏无羡。 怀桑兄,这怎么什么都敢说? 这么刚。 看灭大哥这神态,怕是没人护得住他了。 蓝忘机听到这,看向自己兄长带着审视的眼神,兄长也没相过亲,该不会也是手身如玉吧? 蓝锡尘看到炮灰又慢到他这边来,差点当初吐出一口血,我真的冤啊。 没相过亲,还有错吗? 这时林若云打破这僵局,直言道,罢了,你们三人的是自行解决,只要不要让我家阿英受委屈,其他啥也与我无关。 林允,就是,你们三人的龌龊可别牵连到我们阿英。 王璇,就是,金家那拉鸡都不愿意进去的地方,你们爱去干嘛去干嘛,可别惹一身心。 魏无羡,小尸姑,我觉得聂大哥和蓝宗主应该是不会如此的林若云,谁知呢? 林云,万一呢? 王璇,这金光瑶啊,嘖嘖嘖,蓝忘机见自己兄长在魏英那边的称呼,居然还是蓝宗主。 不禁有点着急,敏敏嘴道,魏英,你可以不用这么生疏地叫兄长,魏英,啊,那叫什么? 蓝忘机心里希望的是魏英叫自家兄长为兄长,但是现实不太可能。 蓝熙辰接收到自家弟弟的目光,急忙转移话题,吴县也随忘机叫我一声大哥可好。 魏无羡看了一眼埋着头的蓝忘机,尴尬道,呵呵好啊,蓝大哥。 林若云倒有点不满意了,埋怨道,自家小师职怎么被套进去了,叫大哥,倒是成了蓝忘机的媳妇了。 再怎么样,也应该娶啊,啊,魏无羡,你这个不争气的。 温情看魏无羡不明不白的就叫上大哥了,不忍直视,太傻了。 没救了,他是不是该考虑一下给魏无羡准备嫁妆了? 林若云与温情对视一眼,都摇了摇头,蓝忘机听到这里,心中欣喜,最近微微翘起,表示心情愉悦,魏英看蓝湛笑了,开口道,咦?蓝湛?你笑了? 怎么,听我叫蓝大哥这么开心,那,要不,你也叫我小师姑为小师姑吧。 蓝湛抬头看向魏无羡,直接对林若云喊道,小师姑。 魏无羡没想到蓝湛答应得那么痛快,心中微微一正,林若云则是十分不情愿,谁是你小师姑? 魏无羡,你居然把自己卖了,还那么开心? 哎呀,孩子大了留不住啊。 但是出于礼貌,还是应了句,嗯,魏无羡心中有种说不出来的开心,便对林若云道,小师姑。 既然蓝湛都叫你小师姑了,那以后你也不要叫他蓝二公子了,太生疏了,要不就叫。 魏无羡,嗯蓝湛,你说叫什么好? 蓝湛,都可,小师姑喜欢叫什么都可以,魏无羡,也是,那小师姑, 你就按自己想叫的叫吧。 林若云,完了,这小师只要不得了。 林允,这是想把自己嫁了。 王璇,看来阿英恨嫁呀。 魏无羡见林若云,迟迟没有说话,小师姑。